好 是 我们来看看 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电动车 这个可能已经是毋庸置疑 下一个产业 其实正在发生的产业就是电动车了 而过去我们都说特斯拉 可是对岸中国大陆的比亚迪 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异军突起 而且是事实了 它在全球卖出去的车 已经远远超过特斯拉了 我们来看看 所谓中美大决战2023年 是电动车的关键年 就是今年了 油电车或是油电混合 油车或是油电混合车 看起来已经不是厂商所寄望 或者是要继续生产的一个标的了 我们先看看比亚迪 他凭什么 可以超越特斯拉 有分析就说 关键在商业模式 什么商业模式呢 就是他上中下游 全部自己一手抓 全部自己一手包 包括上游的矿产 他在非洲把锐矿拿下来做电池 中油的电池 电机 电控 都由他自己掌握 而下游制造 销售 过去福特用过 可是现在比亚迪来用 看起来好像是大成功 当然未来恐怕也有一些警讯 就是因为福特之前用过 可是后来失败了 可是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去年2022年 比亚迪在数字上面 远远超过特斯拉 他卖出了全球 卖出了186万辆 特斯拉是131万辆 成为全球新能源车的霸主 特斯拉为什么可以将星星向荣呢 中国制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看看Bloomberg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的比亚迪 还有未来现在正在崛起 因为他其实有好多电动车的厂商 这是其中两家 他外销的所谓的数字很亮眼 加起来是250辆 已经领先 美国还有韩国 各国都在做电动车 中国的新能源车 也可以打入欧洲市场了 因为它的CP值很高 所以现在看起来战斗开始了 中国的新能源车 2022销售了688.7万辆 我们刚刚讲是外销 因为它国内也有需求 所以加起来是688.7万辆 一年就增加了将近百分百 96.9% 连续八年是全球第一 占有率在全世界也四分之一了 已经四分之一强了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宁德时代 它的电池厂在海外也投产了 每一年可以年产三千万个电池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在电动车的部分 特斯拉当然它不可能 就是眼睁睁看着别人 把这个市场给惊吞蝉食 所以它在中国的部分 也降价了 降价蛮多的 其实我们知道引起一些消费者的抗议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新闻 有人说我上个月才买的 结果这个月你就给我降32万 我不一 可是也没有办法 那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有一些人 这个部分城市的订单 因为在降价的激励下 订单月增百分之五百 所以特斯拉是不是回来了 看起来它的股市也飙涨了 周线飙涨33% 可是前景还有一些不明朗 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它的市值现在是已经重回了 5000亿的美元大关 这个马斯克他自己也说 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激烈的市场 中国的这个车子的 企业的工作努力也最聪明 所以中国某家公司 最可能成为仅次于特斯拉的公司 现在是企业间的战斗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马斯克 他要搬救兵了 他跑去找拜登 他说拜登 总统我跟你见个面好吗 我们来商量怎么样跟 这个我们政府跟民间一起合作 来推动电动车 我们可不要输了美国 不要输了中国 不要输给中国 大概是这样子的氛围 不过我们再来看看 我刚刚讲到传统汽车 包括油车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开油车 可是必须说他慢慢要被淘汰了 所以你看到车厂 全力在往电动车 新年能源车 这个方向在前进 我们看到最新的丰田汽车 Toyota 它的一个这个高层 有一个大换血 它把社长一直交给 没有丰田家 协同的左腾横志 那外界尤其在企业界 就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丰田 这个张楠 就是Toyota 他过去的社长 因为他姓丰田 所以还能接这个社长的位置 那怎么会找一个外人呢 原来 这个新闻上的分析是这样 丰田张楠 他对于发展电动车 他没有权力发展 所以有人认为要把他搬走 才能够让Toyota 全力发展新能源车 所以你看到了1月26号 丰田汽车做了这一项人事的心 宣布53岁的左腾横志 是年轻的一代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高管理阶层 要年轻化 然后要左眼未来 能源车 电动车 就是未来 来 问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车子 车子的市场 这个丰田 不是没有发展新能源车 它是赌错的技术 因为它是赌油电混合跟轻能车 没有想到美国跟中国共同联手 标准都是纯电动车 你怎么搞得过美中联手 所以它压错保 压错保 压错保 你刚刚讲到中国出口汽车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趋势 这可能日本真的要紧张 就是你刚刚讲到 市场它的汽车产能是很惊人 它是2600多辆 你说中国 中国 那你刚刚讲到了 新的原车是688万辆 对 688万辆 那它出口汽车 出口 244万辆 仅次于德国是250万辆 日本是300万辆 它追得太快了 它这个追得快的速度 人家就认为它今年一定会超过德国 那可能会跟日本非常靠近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在中东 还有拉丁美洲市场都是第一 这个跟以前我们看到家电它的崛起 手机的崛起 手机 都有点复制 就是事实上 真的汽车到了最高级 比如说Lexus那个级别 那个中国可能一时还没有办法 可是其他 它要赶上是很容易的 那目前就是逐渐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它这个 事实上它 它的中国汽车的那个协会 它还估计 到2030年 它出口汽车要800万辆 从现在的250万 244左右 那日本现在是300 你去想一想它这是怎么估计的 它当然就是估计非洲 非洲人口是12亿 东南亚6亿多 那中东 拉丁美洲都要崛起 那人家要不要买车 金砖国家 对 那中国的车 平均比日本低三分之一的价格 CP值高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趋势又开始复制了 就是家电 手机 所以你看你日本害不害怕 所以德国已经全部都转进要跟中国做合作 比如说大众汽车 然后还有那个 BMW最近在中国投资100亿欧元 就要跟中国合作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跟你讲 中国这个布局真的是有够深 它车载的电池占全世界46.3 离电池的电池的隔膜 占全世界38.9 所以你等于是很多 比如说德国第一个就选说 那我决定跟你合作 不然我被你拉开了 那我怎么办 日本现在就是最头痛 因为日本的车器跟中国显然就是没有合作 换老板有用 换社长有用 我认为会来不及 而且中国是第三 德国是第二 德国的各种技术 你也知道它是领先全世界 所以当德国跟中国联手 你想一想会产生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汽车大国以后可能要换人 而且德国跟日本 它前十名的企业 都有四家是汽车工业 所以你看日本会不会紧张 它当然是非常的紧张 所以日本现在一定猪在等 当然不会那么快 可是五年之后 真的是很难料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问一下蔡伟源 你怎么看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了 各国各个厂商都在大战 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大陆把电动车市场弄起来 真的有很大魄力的地方 我们知道特斯拉股价什么时候开始飙涨的 就是它在上海的所谓无人工厂 开工那一天开始飙涨的 为什么上海工厂有这么大的效用 因为中国大陆就想要去创造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所以需要特斯拉一起来帮忙 条件就什么都答应你只有一个 五年以后你所有的零组件材料 都在中国大陆采购 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就很成功 比亚迪本来就部署得很好 但是比亚迪我同意很多的评论 他从上中下游通通自己做 目前还不错 因为其他上中下游都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可是你怎么知道 以后没有哪一个零组件 比如马达 引擎或者哪个系统 有一家单独厂商会做这个 把你拼过去 所以现在可以 以后不一定行 但不管如何 他现在先站起来再说了 比亚迪现在把这个市场站住 他已经跟特斯拉产生区隔 特斯拉你算是比较高档一点 我算是中下位的一个车子 两个人其实是相辅相成 没有比亚迪 特斯拉不会降价 特斯拉台湾没降价吧 有 降一点点没有吗 基本上等于几乎没降 不管他 人家降三十几万 我们降三万 因为台湾没有比亚迪 台湾没有比亚迪 所以这个就是好事情 至于丰田 我感慨很深 你知道吗 宁德时代本来是丰田系列的 电池厂 他自己觉得 锂电池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他就把它卖掉 卖掉了以后 就是由他的总经理 他的宁德人接了 所以搬到宁德去 叫宁德时代 所以没想到给他天使地利人和 再加上大陆政府在这方面 在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 就拼老命在弄这一块 就给他弄成了 所以这一点政府领导人很重要 至于日本的政府 安倍跟丰田都是有点的超保守的 他刚才亮哥讲对 他一直在压什么油电份 他如果锂电池效果可能有限 不可能那么大的power 就没想到人家弄出来的 第二个他原来看清人员 觉得取之不见 用之不解 就没想到技术到现在为止 还不成熟 没办法突破 所以就挂掉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书家 大家都没看到 大家都没谈到 韩国 韩国本来刚才亮哥讲了 非洲市场谁的 韩国车 南美市场谁的 韩国车 现在都不见了 所以韩国人听说最近 最讨厌中国人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被打挂了 还有半导体 还有半导体 半导体不能完全怪中国 他自己因为全世界都卖得不好 是 金元代工也被台积电打趴在地上 所以 手机也被Apple 给打趴在地上 因为Apple 你别看他一直出新机 他速度那么快 很多老旧的中古收回去了 也要干什么 卖到第三世界去 那个通通是谁的市场 都三星的市场 所以三星现在是内外交集 在找不到出路 又不想跟中国合作 我觉得他脑袋坏了 脑袋坏道 那德国就很懂得 审查 他说 你不管中国在怎么做 我必须承认一点 德国在做车体 车口 轮胎 基建的本身 还是天下无敌 是 所以你做特斯拉的 它的稳定度 还是不如做那个什么 BMW的稳定度来得高 所以他现在 德国车就是跑去跟什么大众 一线中国车合作 委员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我们请教兵哥 兵哥怎么看 其实马斯克我觉得他 他本来跟拜登这个政府 是不太友善 那现在他也不得不回去求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电动车 能够发展这么迅速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因为他过去油车没那么多 然后他可以别的国家转型很慢 他可以很快就转型 直接跳过去 你要说欧洲 美国那些国家 到现在用四五十年前的车一大堆 对 那你家怎么转 很难转 他消费习惯就不一样 那再来 你这个到处设电桩 这是什么 这是基础建设 那美国的基础建设 在这一方面 你觉得他有很快的办法 能够赶上吗 所以我相信马斯克跟他谈 除了要给他企业补助之外 最重要就是要帮他广设电桩 让他刺激消费者 有购买的欲望 可是问题是美国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要基建 他哪有这么多钱 去做这件事情 美国的国土又这么大 那美国人开车 他们一开都非常长的路途 那你觉得他那个电桩 建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 就算马斯克坦拜登也愿意 恐怕这个也是几十年后 传统计则功课也会反弹 你那些汽油车的厂商 当然都会反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恐怕这个先天上 让他很难竞争 跟政府有关系 对 所以这个是 现在就是国力 对国力的一场战争 那在这一个领域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相对建设少 而且中国大陆 现在是一个基建狂魔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点 是满有机会压过美国的 但是回头来讲 我们台湾自己 台湾这么小一个岛 我们到现在 你到现在看到几个电桩 你通常一个停车场 你都大概两个三个电桩而已 就在那边 那我们台湾自己要怎么普及 那我们台湾自己的电动 汽车产业又在什么地方 所以不要老是看别人 先想想我们自己该怎么办 而且台湾现在电动社的 占比很少 很低 才几%而已 那虽然慢慢买的人比较多 可是大部分也都是国外 这种比较高阶的这种品牌 太岩了 谢谢大家 这是个人 汽车的 也是 有趣的 主要 感谢观看